演员是一个很特殊的 是一种很特殊的人 所有的演员我相信都是 最明显的就是每次我们白晶卫要打光 所以副导演或者是剧物会站在镜头前面 让灯光是打光 那个画面是完全没有光彩的 可是一换演员那个光彩就出来了 经营一个画面 那种画面的美感跟一般的美感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来说是一种电影属于电影的美感 当然也包括演员在里面表演的过程 包括时间性 包括画面的所有的小细节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是努力的在经营的 就是每一个单一的画面 它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 然后这样它们可不可以交错大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它们换换跟别的换一下 它们两个很色调很像 很漂亮 但是管它们没有不错 所以明天我们应该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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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样 善非好 让演员比我以前的电影有更多的自由 然后一方面是这次 这些演员都很不错 你知道 都怎么讲 就是说 很不同 每一个演员都非常不同 Fanny有Fanny的节奏 双片有双片的节奏 或者是方法 状态 Lity Chia是另外一种 小康是另外一种 甚至是那个Machio 又是另外一种 可是呢 我稍微把它们做一点调整 只要在那个范围里面 我都觉得是OK 就看起来很自然 每一个都看起来很自然 我觉得这次 我有一点点那个态度 就是说 我在观察他们往哪里走 我跟过去 可是把它带到我要的位置去 因为你真美丽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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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欢喜 看看看看你不要猜你 叫我真不欢喜你 那是因为你 神的真美丽 因得过心也 也幻念 当时决定用它其实是因为那个 那个Robert 布列松的那个概念 因为我一直都都是那个概念的一个崇拜者 你知道就是 莫特的演员 电影演员跟莫特的关系 没有表情的那个概念 不需要太多表情的那个概念 所以所以我我并没有害怕 找一个莫特来来演电影 我觉得他好不好 其实有时候不是他本身的问题 是电影的问题 或者是导演的问题 通常我也看了几下在别人电影的表情 我觉得说 你看得出他很 是一个很努力和认真的演员 可是呢 他好像 感觉他 太自觉 很自觉 他现在是一个演员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 他就不要变成模特 他不是模特 他现在要努力要做一个演员了 我觉得他的问题可能在这边 所以我一开始跟他 要开始工作 我就说 我喜欢你那个模特的背景 我说你其实 我认识你是因为你是模特 我看到你那些照片 哇都很 你的型很好 就是你的本人可能没有你的照片漂亮 你的照片就是漂亮 就是天生的 很上镜 很上香 会摆姿势 你知道很准确 很 你看那个姿势就是可能别人摆不出来 他就可以做得很 让人家舒服 这样子 我说 这是你的条件 我就给他这样的一个鼓励 我觉得他一来 他马上 当天我见到他的之后 我就马上觉得说 这个沙勒美是一个时尚的沙勒美 是从 其实很开始 他的很快就转变了 他就通了 是拍那个大特写 像你你你你 那个大特写开始 我觉得他找到了 就放松的方式 他拍这个电影 他是放松的 他并没有要求自己要演得多好 他就是比较放松 当他放松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他的可能性就很多 他变得很柔软 他就很容易找到一个对的位置 他一路就走下去了 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